6岁的妹妹离奇失踪 而家长却把问题都归咎于年幼的哥哥 母亲无休止的责怪 让妹妹的丢失成为了男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然而25年之后 妹妹却突然找到男人认亲 可在男人眼前 妹妹过度苍老的模样 让她感觉到十分陌生 本以为又是经常碰到的片财片色 结果第二天一早 男人就被母亲的哭声吵醒 原来是刚刚送过来的鉴定报告刺激了母亲 男人刚要安慰她 母亲却哭着说 谈平一张亲子鉴定 母亲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把妹妹带回家 可回到家中的妹妹一点也不认生 又是帮妈妈整理房间 又是帮男人带孩子 还给全家人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最让人没想到的是 就连平日挑食的女儿 都在她的影响下吃起了青椒 一家人都很开心 却唯独男人感到莫名的不安 因为在半年前 自己的妻子惨遭车祸 而肇事司机至今都在逍遥法外 妻子尸骨未寒 家里又多出一个陌生人 让本就有心理疾病的男人十分焦躁 她找到心理医生 想通过催眠疗法 让自己回归正常 可医生却表示 可能是妹妹的突然出现 让她心生厌恶 吃点镇定剂就好了 画面来到医院门口 为了照顾母亲 妹妹死掉了护士的工作 一家人过来看她搬东西 临走时 恰巧有个同事路过 她热情的跑过来跟妹妹打招呼 不仅说妹妹的离开 会让他们觉得惋惜 还不忘对远处的男人 夸赞妹妹的能力 看来妹妹的人缘很好 就在男人打消疑虑 想对妹妹这些天的付出 表达感谢时 妹妹却说出了 让她毛骨悚然的话 说完 妹妹转身就走 男人知道 这个妹妹好像对自己 常见很大 男人晚上睡不着 就在她起来喝水时 妹妹背上的怪异纹身 却被她无意看见 她让家里的保姆 帮忙看着点妹妹 因为自从她来到这个家 父母就经常巅峰般的仰头大笑 这天 男人去送女儿去芭蕾 妹妹却赶快来接手 而男人早就对她心存戒备 让她不要约位 妹妹一脸委屈 不知道说什么好 还好保姆及时出现 表示要和妹妹一起送孩子 说完 还给男人使了个眼色 但男人不知道 这竟是自己和保姆的 最后一次对话 就在等电梯的空档 一个疯子突然大好的 送向三人 妹妹一回头 眼珠子都要吓掉了 她急忙关上电梯门 可疯子根本就没有放弃 一直追到孩子的舞蹈室 妹妹被吓得藏在门后 可疯子又看到上完厕所的保姆 她疯狂地抓住保姆的衣领 可保姆根本不知道 她说的人是谁 一个身影划过 疯子立刻追上去 从楼梯间一直追到车库 终于一把将妹妹抓住 孩子下课 保姆发现妹妹的脖子上有伤痕 便询问妹妹去哪了 也就是这哆哆嗦嗦的声音 直接暴露了自己可疑的身份 三人走到停车场 直见警察封锁了现场 先前的那个男人 竟然已经死掉了 保姆低头一看 又看到地上的绿色按钮 这和妹妹袖子上的一模一样 她更加断定 这个女人问题 她拿起手机准备报警 妹妹却突然刹车 校中十年的女保姆离奇失踪 家里人却不管不问 男人怀疑保姆死了 而一旁的父母却毫不在乎 甚至还说保姆跟别人跑了的话 一向善良的父母突然冷淡 让男人深感不安 而母亲却叫她别管闲事 毕竟他们还有能吃能干的新女儿 可这天男人刚回家就看到家里来了两个保姆 不用猜 这些人肯定是妹妹找的 可疑的陌生人越来越多 陌生的环境让男人无法忍受 她决定自己去查 可世界就是这么巧 广告上的厨师妹子 不就是第一级的护士吗 她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护士 在男人的威逼利诱下 护士总算说出了实话 自己就是个职业托 对你们说的话也都是妹妹教的 男人怒气冲冲的回到家 向父母揭穿了妹妹的骗局 妹妹没有任何隐瞒 直接跪倒在父母面前 不停的道歉 说自己怕不被新家庭接受 才骗父母说自己是护士 说的跟真的是的 就在男人要搬出证据实锤时 父亲却突然发飙 他怒斥儿子无中生有 天天吃药才能精神正常 一旁的母亲也站起来反抗儿子 说着母亲就因失血过多欲落过去 病房外 妹妹还极力向男人解释着 而男人也只是拍了拍她的肩膀就离开了 车上 袋子里装着妹妹的几根头发 为了证明女人不是妹妹 她要换个机构重新鉴定 同样的 男人来到警察局报案 她感觉保姆消失肯定与妹妹有关 通过警长的介绍 保姆消失的那天 一个员工也死了 看着视频中妹妹紧张的样子 男人更加确定 这个妹妹不简单 她让警长帮忙调查 可警长刚上车 就被妹妹三言两语给安排了 同时还一脸委屈的说 男人自从嫂子死后 就一直仇恨她的到来 不仅疯疯癫癫 还频繁找心理医生看看 而自己才是苦命人 经过一番调查 警察认为妹妹没有问题 反而是男人最有嫌疑 因为保姆失踪前的最后一个电话 就是给男人打的 警场的调查结果让男人愤怒不已 但又没有其他办法 她来到幼儿园接女儿 却发现女儿已经被妹妹接走 她愤怒的跑回家 却不知此时的家人 已经被妹妹控制了起来 她来到女儿的房间 但不论她怎么呼唤女儿 都不回头 走近一看 孩子竟恶狠狠的盯着她 还质问她为什么骗自己 以为父亲家梅 Matt — Singing 所以她铺易 kiss 但仍然我们经过 sulf完结的 它的空腹可能很做 这是怎么办 她对 妈妈 对 与野เ�י 对 就是 vet 与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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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wraión 与伯家 生为 母亲 因此 今日 至于 SN whenever 和 父亲 与伯家 男人不敢相信 年幼的女儿竟能说出这样的话 一定是那个狠女人教的 男人冲下楼一拳把妹妹打翻 可这一幕却被身后的母亲看到 她对着儿子破口大骂 说儿子就是为了钱 是吸干人血的水质 母亲越说越激动 再次晕了过去 可这回父亲像个提线人偶 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男人见证不妙 急忙带女儿离开 不料被女儿死死咬住 吃痛的男人一把推开女儿 看着失去心知的女儿 男人再也忍不了了 他一把将妹妹撞在墙上 死死的掐住她的脖子 可妹妹不仅一点也不害怕 还疯狂的大笑起来 男人拿她没办法 只能独自离开 这时房产中介打来电话 称她家的房间亮着灯 如果方便的话 希望可以聊聊房子出售的问题 自己早已搬去了父母家 家里怎么会开着灯呢 他赶忙跑回了家 看似家里一切正常 可一股臭味随之而来 男人跟着味道来到浴室 男人一拳挥在妹妹脸上 又一把推倒女儿 自从失踪25年的妹妹突然回家 家里就接二连三的怪事发生 保姆消失了 父母不知声了 就连孩子也要学会咬人了 男人被气得离家出走 路上一个中介给他打电话 要和他研究卖房的事宜 可就在男人说自己在外面不方便的时候 中介却说 他家明明开着灯 男人听后赶忙回到家 可灯火通明的房间里面 一个人也没有 他来到浴室一看 竟是保姆的尸体 等男人醒来时 他也被神秘人绑在凳子上 他一眼就认出面前的凶手 那正是撞死妻子的桃义司机 男人愤怒的要杀了他 可司机不仅对男人的挣扎不屑一顾 还毫不在乎的告诉他 从撞死他妻子开始 宗教的计划就开始了 男人一家的食物 水甚至还有蚊香 都被妹妹下了鼓 这种鼓不仅能让人言听计从 还能令人失去思考的能力 男人终于明白母亲为什么流鼻血 但他们这么做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拿下男人的孩子 原来他们都属于一个邪教组织 这个组织需要纯洁的孩子 来提高自己宗教的地位 而前一个女孩 正是那个死去员工的女儿 也就是因为女孩的不配合 妹妹早就把她给杀了 可邪教不能没有神 他们必须找到另外一个孩子来代替她 而他们选中的人 正是男人的女儿 男人再也忍不了了 他向肇事司机冲了过去 不料被司机打倒在地 他一把捡起置换剂 奋力的插进司机的身体 接着又拿起花瓶将她砸晕 男人回到家 想要把女儿救走 不料警察们早就在她家等着她了 而报警人 正是妹妹 警察把家里的监控视频放给她看 并要以虐待儿童父女罪逮捕她 就在她极力反驳时 给她开要的心理医生 也不知道从哪里跑了出来 还为妹妹证明 男人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男人坚称妹妹是邪教组织 后背上有怪异的纹身 妹妹当众托起一副 以正清白 却被一旁的欠手的女警阻止 无论是警察还是家人 都以男人看过病为由 把男人变成了满口胡话的疯子 男人被带走了 随即妹妹也跟着上了车 男人真的屈服她了 她祈求妹妹不要伤害她女儿 家里的财产都可以给她 可妹妹却说 男人一直把心放在工作上 却从不在乎妻子的死活 妻子感到无助才加入了组织 可就在组织要拿她的孩子作为傀儡时 妻子才幡然醒悟 她要离开邪教 可邪教不想轻易放过她 所有教徒都在不停的骚扰她 妻子没有向男人求救吗 男人只顾着打电话 对她置之不理 妻子的存在就像空气一样 活着还不如死了 所以车祸不是意外 得知真相的男人后悔不已 但他绝不能让他们带走女儿 男人趁机袭警跑路 还拦下过路司机的车 可不知熄来的男保姆就在后座 他死死勒住男人 男人拼命挣扎 奋力的拉开车门 将司机踹下了车 随后猛踩刹车 重晕了男保姆 朦胧中男人再次看到了妻子 男人真诚地向妻子道歉 issement上涵部 遗嘠ало 遗嘠 reacts支架 远 빠�helm 总ello 遗嘴iety作员 遗嘠 aussi 这心显寻了 是一个家车刑事 之后 这是一个家车有formed 权日子以赚 按照车上导航 男人很快就找到了邪教的后山 男人终于追上了妹妹和女儿 他恳求妹妹把女儿还给他 可这时 女儿也突然清醒 奋力跑向爸爸 教堂里所有的邪教徒都在等神的到来 妹妹怎么能放弃 他拿着小刀刺向男人 却被男人躲过了 男人不想伤害他 因为他不知道 眼前的男人到底是不是妹妹 妹妹说着就向男人刺去 可女人太过自信 匕首直接被力气更大的男人夺过 真的是妹妹吗 因为这件事情只有他们俩才知道 她是为了给妹妹买气球才伸开手的 男人崩溃的捂住了头 就在这时 妹妹站起身就要一刀刺死男人时 女孩知道姑姑要的就是他 于是站在悬崖边威胁 妹妹赶紧过去 企图把他拉回来 可女儿不停的后退 关键时刻 男人冲上去一把抱回女儿 妹妹想去抢孩子 却失足掉下了悬崖 幸好男人一把将他拉住 妹妹这时也不忘刺激男人 可男人经历过刚刚的刺激 早就想了起来 气球不是蓝色的 男人坚定的告诉妹妹 就算有血缘关系 她也绝对不是自己的妹妹 可男人相信 不是以血缘之名就可以肆意伤害 最终她还是放开了手 随着妹妹的消失 家人也全部恢复了正常 可影片的最后 亲子鉴定报告结果却没有打开 而是直接放进了碎纸机 也许那个女人真的是自己的妹妹 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亲情不是以血缘关系就可以维系下去的 无论是和妻子 还是兄弟姐妹 只有不断的交流 相互理解与支持 才能让这份爱一直持续下去